金女士反映说她在杭州投资了一套酒店式公寓 委托给了中介打理 可对方拖欠房租还要她部分免租 后来她打听到房客明明把房租都付清给了中介 我这边是被拖欠了两个月的房租 然后跟他们联系过不下十多次 他的意思是他们现在资金困难 让我再等一等 金女士投资的酒店式公寓 在杭州三端紫金花城二号楼里 房子委托给筑碑房地产杭州有限公司打理 这家公司在同一栋楼里办公 我那天去他们办公室面聊的时候 我问了一个他们员工公司的职员 我说那我这套房子的话现在有没有租出去 他马上电脑帮我查出来的 是已经全部租出去的 而且租金已经交了的 金女士说筑碑不但拖欠了他两个月房租 还要求他免租一部分 经过沟通他答应免除二月份十天的租金 金女士表示他也要靠这套公寓的租金来还按揭 经济也蛮紧张的 如果房客都已经把房租交轻了 那么中介没理由拖欠 记者去敲了敲金女士那间公寓的门 没人硬 但中介公司的办公室里倒是有两名业务员在 我们只是那个业务员这种事情讲 我们也不了解 要打不动我不知道在哪 上去看 那下午你清楚情况吗 我不知道 你也是业务员 我都不认识他 我出去 让一下让一下 我出去拿东西 我有事了 我要上班了 根据听眼查数据显示 筑备房地产杭州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士卢总 注册资金500万 成立于2016年1月13日 金女士有这位卢总的手机号码 房东你这样弄就没意思了 因为你们的态度 我已经说过了 那天我到你们办公室来谈的时候 你们的态度是这样对我的 我今天必须做出这样的措施 你昨天问我要租金干嘛呢 我不能问你要租金吗 但是我还有20天的房租压在你这里 你给了我一个口头承诺 你说要给我出去书面说明 你也没给我拍照片过来 嗯 对啊 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喽 是这样的啊 我昨天不知道你们跟我那个 微信叫海南百餐的之间谈的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 我只收到是昨天你需要我支付6800 然后呢 那我剩下的事情你跟他协商的我就不知道了 筑备的卢总认为 是他的同事和金女士沟通出现了问题 公司并不是故意拖欠金女士房租 最好了 我给你们做个见证 那卢总你答应什么时候再把那事情都给他 做个承诺就好了 25号 这个25号是吧 对 好那你问题解决了 可以的 1818黄金也接着报道 还有一位张女士反映说 他的房子也是委托给筑备出租的 同样被对方拖欠了两个月租金 而且他发现自己的房子居然被注册成了一家酒店 他已经把我的房子日租出去了 他被违法的用了我的房子去注册了一家公司 我都不知情 我现在在网上都查到了 记者又在天眼茶上进行了查询 显示有一家杭州立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在杭州西湖区三敦紫金花城2号楼1342号 张女士说这个地址就是他的那套公寓 现场敲离下门 里面住着一位客人 我只不过是一个客人 我又不是什么公司 我只是个客人 那你房租交了吗 我昨天过来 今天就退房 你是日租 对啊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突然一到一边过来 你哪里下的单 你从哪里下的单 协程 这位客人说 他是在协程上下的单 入住了这个房间 别的他就不知道了 贴眼查数据显示 立港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是一位陈女士 注册资本50万 成立日期是去年年底 但是公司没有留联系方式 张女士很诧异 自己的公寓怎么成了一家酒店的客房呢 她也联系了筑备的卢总 你是书款人叫什么名字 我张汉英 啊 张汉英 什么英啊 张汉英 汉族的汉 英雄的英 关汉英是吧 张工厂张 张汉英是吧 对 我们就支付就是2月份跟3月份没有支付给你对不对 对 2月份你可以给我免租吧 免租你是说房客要求免租 但是房客是一个日租的 如果是明确的一个租客 他长租的 那我肯定是免的 我租给他的是长租 这是一页 我跟他之前签了两年的和务 你既然不免租 咱们用第二年的免租期放了这个月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我们有约定的每年的免租期都是首月 每年的首月 那么好了 张女士的疑问还没得到解释 筑备的卢总一开口就先要张女士免租 张女士一口回绝了 那么这套公寓到底怎么会被注册成酒店呢 卢总是这么说的 注册这个东西是租客要用 那么我们本身房屋性质是商业性质的 房客要用 你也要听过房东同意啊 因为是这样的 有些托管之间 有些东西是我们 有些东西可以跟业主商量 但是有些我们的 那个租令诉权说上 有这么一大类的 是可以 房东已经授权了的 张女士仔细研究了租赁授权书 表示上面并没有授权 中介公司或任何人 用托管的房子注册公司 现在张女士担心的是 万一酒店出什么事 她作为房东也难逃责任 这个事情你如果不允许 那我就把它调掉就好了 那你这调掉这么简单 什么时候调掉 一个星期内 我要求就是这样解约 我收回房子 你把该付的付清楚 该把我撤销的撤销掉 注册的东西撤销到 你如果都不做到的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不做到 我反正都要起诉来 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